首先跟大家报告新闻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国务院新闻会 29日召开 大家都以为会有放松防疫的重大宣布 但记者会开完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官员只是说会密切关注国际上一些形势的变化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和发展的影响 这场记者会央视新闻直播 画面少到一名记者记录的笔记情况 有网友说记者会已经开了十多分钟 这位记者只记下了一行字 2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全体会议 强调要以有力的举措落实中共二十大的精神 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 坚决依法打击老难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新任政法委书记陈文青主持了会议 监论政法委副书记的公安部长王小红和监论 政法委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也出席了会议 公检法系统负责人全数到齐 被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对白子运动的表态 终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闻发现 中国人民的抗议并没有让中南海的统治者感谢一折 相反他们在引导舆论的同时 也祭出了他们统治的法宝 那就是暴力镇压 强调一手艺一手软 尽管国内抗议活动正在被警方控制维稳 中国大学也出了其招提前放假 企图化整为零 消化抗议活动 但海外的白子运动已经风起云涌 势不可挡 欧洲北美和亚洲十多个重要的城市 纷纷掀起深渊大陆民众的活动 有很多留学生表示 来抗议是一种责任 不害怕中共的报复 留学生们纷纷喊出 共产党下台 打倒习近平 比起六四十反关岛的诉求 可以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1月27日周日 在格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在纽约大学附近的华盛顿广场 中国留学生集会 声援中国大陆的民众反抗运动 悼念二十四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烂者 在纽约大学旁的华盛顿广场 大批的华人学生冒着寒风细雨集会 他们像中国大陆的同胞那样 手举白纸 同声高喊 北京四东桥 勇士 彭丽发的口号 不要风控 要自由 不要谎言 要尊严 不要文革 要改革 不要领袖 要选票 不做奴才 做公民 周日晚 大批英国华人赶到 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的对面 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 他们抗议中共的清零政策 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遇害者 同时大声的喊出 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等口号 周日晚 在加拿大各城市 温哥华 多伦多 卡尔加利 哈利 法克斯 乌太华 蒙特利尔 中国的留学生 站在各个城市的街头 愤怒的喊着 共产党下台 不要核酸 要自由 周日 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 诸多日本抗议者 来到东京新宿 抗议中共的风控政策 在澳洲稀里的华人 和百余个留学生 也举行了抗议活动 人们点蓝蜡烛 并举起象征抗议 中国审查制度的白纸 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烂者 同时喊出内心 极怨已久的口号 不自由 勿临死 周日晚 在台北的自由广场 民众们拿着白纸 烧吃烛光 声援 中国民众的抗争 参与者包括 港台和外国籍人士和学生 布条和看板上写着 共产党下台 打倒国贼习近平 11月28日晚上 众多抗议者聚集在香港中环商业区 这是2019年香港爆发反政府示威的地点之一 根据网上传播的视频 也有学生聚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内 悼念那些在乌鲁木齐大火中死去的人们 一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二十大后 动态清零飞弹没有收减 相反变本加厉 激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 从北京士东桥勇士彭丽发的示威 到重庆超能哥 喊出不自由物临死 一步一步 中国人开始反抗了 更要命的是 事态在扩大 民间不满的情绪 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人民的诉求在升级 从纯粹的生活层面 上升到经济层面 再上升到政治层面 更上升到体制层面 虽然敢于发声的人 目前还是少数 但看超能哥被群众救出的那一幕 我们便知道少数人的呼声 正得到多数人的回应 知识媒体人严存高先生指出 今日民众已不再相信政府的话 不再服从政府指挥和管控 民众也逐步看到了民间团结的力量 只要众人兴起 微风铁板是可以推倒的 习近平要怎么办 往后退 微信就垮了 政府的决策 因为民间的反抗而收回 那政府今后的话 还有谁会听呢 以后又如何维稳呢 反过来 要是习近平派武警镇压 武警不够力 把军队和坦克车 开出来携洗城市 那是民怨会上升为 携害深仇 遍地风火 中共的时期也就到了 习近平的性格 刚愎自用 他的死证是缺乏正确的判断能力 三年防控 民众深受其害 二十大后 向左转更是老百姓 对未来产生了绝望感 政府漠视民间的疾苦 人民与政府离心离德 中国已经来到了一个 生死存亡的临界点 第二 白子宣言 在中国多个城市的民众 举起白子抗议的同时 有一份白子宣言 在网络上流传 白子宣言说 他们修改宪法 允许某人终身连论的时候 我们忍了 李文亮医生被训诫 被牺牲死 我们忍了 上海多位老人 因为风控 不能及时治疗 在等待中死去 我们忍了 贵州大巴上 二十七名 被草菅人命 我们忍了 胡和浩特 那位母亲 跳楼自杀后 因为丹苑门 被汗死的女儿 无法出去 我们忍了 乌鲁木西人 被活活烧死 我们还准备忍了 但他们居然出来说 是我们自救能力不强 他们居然不让我们 公开悼念 施责 对于躲在中南海的那些人 我们想奉劝几句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 早已破产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 已经实践过了 结果几千万人被饿死 整死 任何坚持搞共产主义的国家 都毫不例外的 成为了个人独裁体制 而那些貌似崇高的 共产主义理想 只不过是谎言和骗局 如果你真的希望国家强大 那就先请给人民尊严 如果你想成就个人的千秋伟业 那齐奥赛斯库 就是你最后的下场 公理和正义 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中国人也值得拥有民主和自由 这是人心背下 谁也挡不住 世界大潮浩浩潮潮 顺之者昌 力之者亡 中国必将走入世界文明 我们也必将获得民主和自由 好一份白纸宣言 写的是正气暗暗 跌倒 起伏 三 局势会如何发展 有分析人士指出 首先中共这一次 确实是被打懵了 它低估了人民的愤怒 这种愤怒造成了抗议 在全国多地突然爆发 让中共触手不及 由于抗议 大多是基于基本的民生 和基本的自由 也让中共一下子难以用武力镇压 何况它也要考虑世界的反应 所以还在研究对策 从目前看 中共当局的对策 是实度回应 人们关于疫情防控的不满 因此达到释放矛盾 舒缓压力 分化群众的目的 从目前看 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 中共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放弃 清理 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弃 对中共来说 是很没面子的事 也会让民众认为 这是抗争取得的成就 会进一步提高政治要求 中共对此 引发的连锁反应 很恐惧 所以会坚持 再次 中共对镇压者 还是会进行打击镇压 但是现在的难度是 各地抗议相对分散 民众诉求多样化 而且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所以很难找到什么组织者 所以他过去擅长的那种找 长胡子的人来解决问题的老方法 变得不灵了 所以只好说海外敌对势力 最后抗争不会消停 相反一定会迎来更大规模的爆发 并且最终摧毁中共的统治 根本原因是中共不会停止 它的反人类的举措 这就必然会打击中国的社会和经济 让很多人再次被迫反抗和聚集 现在很多人之所以在封控解除后就感到满足 是因为幻想中国可以回到封控前的状态 但是这种国际社会和中国和谐存在发展的局面 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想象的那种状态 在共产党解体之前再也回不来了 相反中国的经济社会状态 还会进一步的加速恶化 因为疫情防控带来的愤怒 不仅不会彻底消停下去 而且还会进一步的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人 还是会回到那个关键的问题上来 谁才是制造这一切的祸根呢 人们会进一步的思考 共产党下台 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 这样的政治诉求 抗争就像火焰一样 一旦点燃就无法控制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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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